诸位知识 诸位居士的庄方长 晨期已经进入倒数计时 我们所谓的刻起取证 就是设定一个时间 在这时一个结果 就像做实验 有一个目标 那各位在这七天 我们的目标叫做打七 打破第七世 在人的一生中 或者有人是一直究竟自己 如何定义自己的一生 或许我们不用定义 就是一直随着命运推着走 有的人的人生态度 就是我在这个环境 我遇到了这些人 我就好好的扮演我的角色 我就这样过了一生 很不错 但是有人总是 我必须的吗 难道没有其他的路吗 那人有千百种 我们到底要问谁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路要走 有时候我们会 刚才有人问 师父啊 我们以前在学佛 也都好羡慕 如何成为像我师父那样的人 或者是我希望像虚 像有典范 有想要朝向的目标 那问题是 这条路 他要怎么样才是我要的 说不定你只是羡慕 并不是好有钱 住地宝 好好 好好吗 不知道 那个明星好美啊 这个名利双收啊 或者是 为什么谁谁谁懂 表示你现在 还没有经历过人生 你经历了人生啊 你就会知道 就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 但是你要认命 认是什么 认识 不是我认识自己这件事情 跟认识 命 它来自于我们自己心里的智慧 所以不管我们在这个 这一生扮演什么角色 但是你用这个任务 用这个特质 用这个平台 来完成你的使命 完成你的心愿 我们要去知道的 找到的是这个 所以禅中的修行啊 叫做反观自照 常常呢 开始没有办法 修得很好的时候啊 就会问 那我现在达完人工 这禅期的修行 是一种万元放下式的闭关 那我们不可能常年都闭关啊 那我平常要怎么办呢 我平常这么忙 那出家也是如此啊 出家也不可能 每天都闭关啊 你每天都在想 哎 我要闭关 我要闭关 那你现在眼前的这件事情 你就在逃避嘛 以前呢 我出家啊 就觉得 哇 我跟着一个高僧 那高僧是禅师 哦 他这49天的禅期啊 这入定 是不是 我以为我出家就是可以 禅期呢 发心 哎 我要出家 那出家之后以为每天都在禅期 结果原来呢是我们一年才参加一次的那七天 其他时间呢你还要过生活啊 那每天很忙 然后师父怎么教我们修 他就讲四个字 反省 反省 检讨 哎 反省 检讨 那就是孔子啊 那每天呢就要申醒 反省我的自己 反省 检讨 就是回光返照 回光返照啊 就是反观之照 我们反省 就是哎 把眼睛不要朝外看 要朝内看 要看你自己 看到自己 那这个叫做 习幻成 所以呢 在六集佛的一个修行过程 他告诉我们呢 礼集是 我们要先肯定 肯定 自己可以 我这一辈子啊 如果一直有一种疑问 到底我来做什么 那一定要修行 因为修行才能让你 真的明白 你这一生的任务 乃至于生生 无缘无故 就跑来当人啊 就是来还债的 或者是来讨债的 有很多人说 哎 通常学佛的 都是还债的 比较多 但是呢 这个讨债跟还债啊 我们不要算那么清楚 因为有的家里面啊 生了五个孩子 那但是爸爸妈妈呢 就一定找他 啊 好事呢 都不会找他 那你学佛了之后呢 你心里 这五个孩子呢 分了五栋房子 还是有意见 为什么他的是边间 我的就被夹在中间 如果是五成呢 为什么我 哎 这个人是永远 没有办法用 数量的方式 去分割 感情 你说要用价格 来论价值 你很痛苦啊 那 修行的 甘心甘受 都无元素 甘心甘受 是因为 这是我愿意 不是被强迫 那光是你知道 我的使命 我的本愿 你这种还债 或者是讨债的想法 就会不一样 那 现在呢 要开始找到 这个原点 要不然呢 一下子 在转的时候 你其实没有办法 好好的站稳 我们已经上船了 这个船已经开了 人生已经都开到一半了 你说 现在我要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活力 为什么而来 各位 你都已经 七老八十了 你已经一团乱了 你这时候要去厘清 到底是 谁欠谁比较多 不是 你当下 就要赶快问 这叫做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我们对于 所有的过往 你来学佛了 你已经找到 新生命了 你找到新生命的时候 你要找到一个修行的方法 我要坐着时光机 我要回到过去 总算账 听说 这个打残器 会看到前世精神 到了 你要能够聊 能够消化 否则啊 你看到就是看到 所以 这个事情呢 我们就要知道 这个六集佛 这六个阶段 修行的心路立场 在修行的过程中 这动静 理 诠释 这个理 不管你修 或者是没有修 你都要肯定自己 你要知道自己 重新开始 随时重新开始啊 有的人说 我这么老了才修行 我这么老了才出家 我这么老了才 对 就是因为老了 你就要赶快 没有多少时间 就修行 你觉得我时间很多 那也是有问题 因为你怎么知道 你自己 是什么时候 会失去这种 修行的机会呢 你知道的时候 当下 所以啊 这理疾佛 就是 要肯定 自己的 佛性啊 方听无声曲 时文不死歌 今知当体是 凡恨自蹉脱 有一个人呢 他去修行 有一位无主法眼禅师 他是非常有修行的人 非常有修行 这修行的人 一定要找很有修行的人 来请义啊 能够啊 一招毙命啊 就是很厉害 一次就让你明雾心性 你遇到这种大善之事 遇到这种明眼人 所以他就 去拜会 去参学 但是那个参学 跟平常我们去拜访不一样 平常我们很多人啊 说我来拜访 我来见觉老和尚 我们都是见 见的目的就是拍照而已啊 是不是 因为很多人都 我请你条条 我来见我的粉丝 那你来干什么 有一次呢 在禅院啊 那我坐在那边 然后就跳出来了 我说那请问您 我们来台湾 就想能不能够见到师父 没想到真的见到了 那很开心啊 我说很好很好 那你千里条条来做什么 好好好 当然很好啊 很开心啊 还好被你碰到啊 是不是 我就耐着性子 我说啊 下一次啊 要怎样 要提前啊 因为有时候师父不在高雄啊 我心里面想说 那你是不是好可惜 我是大善之士耶 是不是 那我们在想 这个当然是很开心啊 就是拍个照 那你都已经老和尚了 已经遇到幸运大师 可是你却只是为了要 跟他拍一张照片 所以有些人呢 就是很懊恼啊 我怎么都没有见到佛呢 那你见到佛 只是要跟他拍一张照片 的兴奋而已吧 是不是 所以这个参访 参学 他并不是 只是为了去聊天而已 人呢 他就去见这个 无主法眼禅师嘛 他去问什么 师父啊 如何 是卫生前本来念慕 结果呢 他问了啊 哇 这不得了 拎着他的耳朵啊 就把他耳朵 一把拎起来哦 然后呢 绕着这个火炉啊 走一边走一边说 这件事情要亲自来 这件事情要亲自来 要拎着耳朵 就 这个火炉 这个残期的期间 很冷嘛 我们是没有火炉 但是古时候 那个残堂 是有烤火的 还有那个火炉啊 绕着这个火炉啊 一边走 一边 师父讲 这件事情要亲自来 这件事情要亲自来 真的很难堪啊 但是他听不懂 他不知道为什么 你好好说嘛 你拎着我的耳朵 然后他就气不过 决定住下来 他就一定要了解 到底为什么 一个 他竟然 今日出此这招啊 为什么 他如果生气呢 那就走了嘛 结果他没有啊 他就 住残堂 他就餐 餐就这件事情 到底是见有几个嘛 一个是耳朵 一个是亲自来 一个是火炉 绕完了之后 就把他一扔 人就走掉了 所以我也没办法 是一个很 厉害的禅师 那厉害的禅师 你不能再去问啊 等一下又拉一次 所以怎么办 他就住下来 每天就看着那个火炉 就在餐 住着住着 一下子要过 好几年 那个住残堂 他真的就是住残堂 他不是像我们现在打残棋 七天之后 两个月之后 再来看 这里空无一人 这残堂是这样 随时都有人 我们以后到场要盖 就是盖这样子的残堂 随时都有人 常年都在修 这才叫做住残堂 这叫住残堂 那住残堂 他住下来了 每天每天就餐酒 餐酒餐酒 有一天呢 他就灯 在拨火 在拨的时候啊 那个烧炭嘛 这烧炭 这炭火啊 烧烧烧烧烧烧烧到 会有一层灰 那又再拨一下 又会有火 然后就要拨一下 才会有火 所以香灯的工作啊 就常常就要 添油 添炭 然后要拨火 这香灯啊 这管香跟管灯啊 那 他在拨啊 你拨太大的 那个灰会扬起来啊 那残堂里面 这是没有办法通风 那拨火 拨 轻轻的拨 那这个香灯呢 就是轻轻的一拨 这个火呢 就 闪烁 然后火就 燃起来了 在燃起来的瞬间啊 他就开悟了 他说啊 原来如此啊 我现在啊 不再花 他说轻轻拨 有蝎子 有一些些味道 有一些些明白 平生是 只如此 他就讲了这四句话 轻轻拨 而且 你不但要拨 而且还要轻轻的 要不断的 要维持 他的温度 维持 他的燃点 要一直不断的让他有火 你如果太晚 如果太多 他一下子就烧完了 原来平生之事啊 就是如此啊 修行这件事情啊 你又不能够照进 你一次要修到底 太用力 但是你又不能够 那我五年再来一次 十年再来一次 你不够用 所以啊 这个念头 已经找到了 这个菩提心 已经找到了 我们要打 那打铁趁热 要怎样呢 就要念念 照常理 心心 习换成 念念 时时 反观自照 时时反省 检讨 他不是 一日三省而已 时中 一切处所 念念不渝 常行拨惹 即是一省三眉 这个功夫呢 要能够站得住 要能够站得长 所以就像 这个 任言经里面谈的 我要澄清 这一杯的浊水 如成浊水 静身不动 沙土自沉 我要安静下来 而且呢 要 一直保持不动 那沙土 好 问题是什么 我现在坐在这里啊 我已经经过三天 四天 五天 我已经沉淀了 你的心 越来越清楚了 慢慢的 这个清净 天我们又要 下山啊 那我下山了之后 怎么样 我又开始 有搅奏 一吃春水 我这一杯的浊水 又浑浊了嘛 因为沙子没拿走啊 我们这一辈子的恩怨情仇啊 暂时过去而已啊 好戏还正在演啊 我们不能够只有逃避一下 我回到了 我们来到道场 第一件事情 要先去礼佛 在道场里面的礼佛 叫做消架礼佛 消架是什么意思 就是啊 我跟佛陀 报告 离家了 好 那你要离开道场的时候啊 你要跟佛陀 告架 什么意思 就叫请架 报告佛陀 弟子又要去流浪了 弟子又要离家出 好 那我们的家到底在哪里 我们的家就是佛陀的家 我们的父亲母亲就是佛陀啊 所以我们在做早课啊 三界慈父嘛 三界慈父 我们把世间的父母 就是给我们肉身啊 身体仿佛 瘦之父母 不敢毁伤 要好好照顾自己 这是孝之时也 可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真正自信之家 是佛之家 那我回到佛的家 我有没有真的去 好好的 在家里休息 充电 那我在这里 惩罩了 哇 那我这一杯水啊 还是一杯浑水啊 我还是那个浑小子啊 还是那个浑蛋啊 为什么 因为你的烦恼 没有步骤 叫做出福课程烦恼 出而已哦 那你要彻底 不要只是暂时 我不是 啊 在外面打书了 然后回来 爸爸我回来的 不是啊 不是回来疗伤 心已经清净了 我知道有清净心 那有清净心了之后呢 清水现前 沙土还沉淀着 第二步骤就要 要把泥沙去除 泥沙要去除啊 要去得干干净净 所以禅宗的三观啊 第一观叫做什么 初观嘛 初观叫明 我明白自己的心 我要肯定自己的心 我悟到自己的心 明白了之后呢 这个菩提心 是能够破旺显尊啊 可以破念照常理 心心习换成 就有照跟习的功夫啊 对于一切妄想 一切换成 如梦幻泡 然后啊 习 就是平息 那平息是怎么样 如果这个小孩子啊 在那边哭啊闹啊 他一定有原因嘛 你要找到那个原因 然后让他安静 让他不要起烦恼 所以 他会 为什么会这样子一个折腾 所以因为他 不知道要怎么样 把因缘处理的圆满 凡事呢 有因有缘 事亦成 有因无缘 法不生 你的因跟缘啊 就是人事实地物 都要安排的恰到好处 都要圆满 那如果你的智慧不够啊 你就会发现 奇怪 怎么都搞不定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 到底他要的是什么 他真正心里的 那个纠结是什么 你的智慧不够 你永远都是 在打仗 冰来降挡 水来跑来啊 他为什么会淹水啊 你就 治标不治本 你永远处理不完 你这涂再多 你都没办法 去把它淹没 因为决堤了嘛 所有的一切的现象 怎么样去了解 所以这个智慧啊 就要来做什么 念念 照常理 要照啊 要观照啊 要起作用 心心 习换成 有无明祸 有剑尸祸 有成沙祸 有三种 这个剑尸祸 成沙祸 跟无明祸 就是这个沙子啊 你不能不处理它 那你说 啊 息事宁人 没事了 没事 那明明就有事啊 啊 冷静 我们都冷静一下 那冷静没有用 因为冷静完 你没有升起智慧 我们已经冷静这么久了 那或者是 啊 我出走啊 我看了实在很不顺眼 我逃走好了 我逃走呢 哎 你要逃到哪里去 是不是 冤家是如影随形 我们 最近的那个 有那个学长 这个佛学社的学长 那个群组里面在吵架 在吵什么 哎 我们说 哎 你们 我们在旁边看啊 看很好笑 某某某 你在我三十年前 我嫁女儿的时候 你在那个婚宴上 一开口就给我难堪 我都记得 你不知道吗 哇 记心很好 完全不想要他翻旧账 就直接在跟他讲心得 这吵架是这样啊 我们 你看 我们没有过去啊 三十年前的事情啊 依稀 其实你当时要还原 你一定都记不清 讲不清 那 你怎么会在三十年后 还在生气呢 就是 是不是 所以表示 你不是 这个世界啊 我们大家大概 会遇到的人 大概都是这一批人啊 我们就一起生 一起死 为什么 这叫做什么 这冤家路 一起出家的啊 那跟这个合不来 那跟那个合不来 你又一直到死哦 就 你的 你的主别就是这样嘛 你的 我们的 同一批人的功课 你再去查前世 也差不多 只是角色换一下 我们的功课就在你的身边 你不用逃啊 因为你逃没有用 换汤不换药 在说院里面呢 有一只乌鸦 他很生气 他说 旁边的 其他鸟啊 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搬家啊 你住得好好的 他说我要搬到东方去 因为他们嫌我 叫声太难听 你搬到东方就没有人嫌你吗 是不是 你的叫声啊 有人嫌你难听 有人不会嫌你啊 你要靠 什么 来支持你的信心呢 你要靠谁 你要靠 有人称赞你 你才要活得 很光彩嘛 你一定很困难 来自于哪里 佛陀啊 帮我们归纳 就是三种烦恼 见私祸 成杀祸 无名祸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祸 那见私祸是什么 观念出问题 什么观念 第一个 生见 直生为我 第二个 边界 什么叫边界 就是 人死就没了 死了一年 或者是 没关系 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我们下辈子要再来做夫妻 我们下辈子要再来做朋友 我下个辈子再来 你以为你下辈子还是人吗 是不是 人 一直会是人 狗 我家的小黄 我家的小黄 你死得好惨哦 你下辈子要再来做我的小黄哦 就是傻的 就是 没有下辈子叫做断见 下辈子还是同一种状态 叫做常见 所以这两种就落两边嘛 叫边见 还有 见一个是非因即因 一个是非果即果 什么叫解 叫禁忌 我如果啊 改名字 我的运一定变好 这叫做非因即 改掉你的头脑 是不是 你在造业的是这个心啊 你改名字 换房子 福地 福人居啊 福人居福地 那 那这样子风水没有用哦 你如果是修法 那 纵使是好风水啊 你看那个过去啊 大家为了要 那个什么 那个 灵木嘛 是不是 不是在争吗 祖坟啊 如果祖坟放得好 我们的 昌盛嘛 那是祖坟的问题嘛 祖上无德 祖上有德 我们的心 是 最重要的 心才是 心才是根源 但是 如果你用原因 我今天被骂 一定是他害我 那叫做非因即因 所以我要防小人 是不是就去买了三只猴子 是 非 三只猴子 非礼物听 非礼物看 非礼物言 那三只猴子 那有一个居士要送我 我说这是什么 我说防小人 我说 你 你就是小人啊 我们怎么防自己啊 你要防自己变成小人 你这防小人 你每天都是在 怎样 都觉得旁边都是 想害你呢 是不是 所以借进取见的借 就是很好笑 在印度啊 有一个人 他每天就学 金基独立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 你为什么要 金基独立 他说因为我一生天了 所以我想 原来是因为金基独立 所以他能升天 我想升天 所以我就学他 金基独立 真的有人这样修耶 所以叫基建 你说真的很奇怪 那你吃香灰不是也很奇怪吗 是不是 你去找那个当机啊 跟你 这样子 是不是 基基独立 是不是 小时候也被抓去啊 兄弟阿公 是不是 然后他就在那边跟你 比手画脚 有效哦 因为你有信心 你有信心 你相信这样子 你有信心啊 是有信心 而不一定是 那个谁 你对一个医生 有信心 他看你 怎么看 他看的瞬间 你就开始 这样我们为什么 要去见菩萨 我看到菩萨 我就好了啊 因为我对他有信心 是不是 师父你来 帮我加持 你对我有信心 我帮你加持有效啊 有效啊 然后我们那个居士在加拿大 他怀孕的时候呢 就说 哎 那被医生诊断出 那个孩子 他也会不证 然后呢 他的那个 那个肠子啊 肠子 脖子啊 肠出脖子 那个出来会死胎啊 会缺氧啊 那怎么办 医生都说 这个要拿掉 三个多月啊 这已经是一个人了啊 看得出来 他就自制大杯水 每天就吃大杯咒 吃大杯咒 因为他也不知道 去哪里找师父啊 他就自己吃大杯咒 吃大杯咒 跟他的孩子 对话 然后呢 哎 再去检查的时候 哎 这个医生说 这个小孩子会跑耶 然后他自己调调调调调 哎 调到好了 然后那个缠的不见了 非常非常相信他自己啊 你看我这大杯咒 真的啊 我们的爱 是可以让孩子 让你自己爱的对象 那个慈悲的讯息 是会让他 听话的 保护你自己哦 你要自救哦 因为大家都要杀你啊 是不是 大家都要杀你啊 大家不想让你留 活下来啊 妈妈要支持你啊 我想要保 就这样啊 所以他跟女儿就 一起 他那时候不知道是女儿啊 只知道是一个孩子嘛 然后要生的时候呢 奇怪呢 那浴缠一直没有生 他肚子好大好大 但是都没有要生的迹象 他就在想 到底是怎么回事 结果呢 他先生呢 就梦到 梦到 他们一直以为是先生就梦到 是女儿 他也梦到 他说 他就都以为我是男生 我不敢出来 我不敢出来 所以呢 那就要跟他讲啊 没关系啊 你女儿我们很喜欢啊 现在已经黄花大闺女二十几岁了 青春活泼又可爱啊 这真的是很神奇 就是大辈子做小孩 你的心是你最重要的 你最重要的宝贝 你的宝藏 我们的心是可以 改变心 但是你如果心要把他拿去做坏事啊 你依然可以做世界上最坏的人啊 那当然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啊 心习幻成 你要去掉邪见 没有因果叫做邪见 认为因果不符合 什么意思 努力都没有用啊 你这样修行有什么一坨 都不会告诉我们啊 那你这样子的努力 不是没有用 是还没有很有用 还没有结果出来 你这样子导作就会开悟吗 快了吧 应该快了 我们就是总是 你不要放弃 你到最后一刻 你都有可能 会怎样 会是大策大悟 你不知道啊 不要放弃 你这辈子还没有完成 你下辈子一定会继续 因为在整个禅宗的法脉当中 第十组叫做邪尊者 这个邪尊者呢 就是不是歪邪的邪 是右邪就是那个 右 所以邪尊者呢 他为什么叫邪尊者 因为他一生啊 邪不致习 意思就是他都没睡觉 他没有躺下去 因为我们睡觉都会 右边 他一生都没有 但是为什么他这么精进 因为他六十岁才出生 他一出生就六十岁 他的妈妈怀的孕妇 好辛苦啊 这个孩子都没有出生 咋嘛这样子 然后大家都说 这个孕妇怀胎怀了六十年 所以他一出生就是老头 最伟大的是他妈妈 然后呢 他一出生就六十岁了啊 所以他说 哎呦我的人生这么少 时间这么少了 所以他要很精进 一生不沾洗啊 真的 这件事情真神奇啊 这禅宗的第十祖啊 这很优秀 邪尊者 你不要小看啊 还是baby 老baby 那他一用功呢 哎呀他就赶快啊 精进 你看第十祖嘛 就是已经是祖师了 那我们自己就要知道 一个四祖 叫道姓禅师啊 他有一天到山里面 这山里面 就有一个老人 叫做齋松老人 这是种松树的老人 这种松树 但是啊 这老人遇到四祖 他就跟他说 说 法道可得文乎啊 我说我想要跟你出家 我可不可以跟着你学法 这是 他说是可以啊 但是你太老了 你可不可以去换个身体 我会教你啊 还可以这样啊 所以嫌我老就算了 还叫我要换个身体 你这些法师啊 有的都已经六七十岁了 怎么办 因为他没办法换身体 所以赶快收 收了之后呢修好了 就有这种功夫 然后这个栽松老人呢 就开始下山 下山呢 沿着这个河 走走走走走走 就遇到一个姑娘 十七八岁的姑娘 洗完衣服要回家 她说姑娘啊 请问你家 这姑娘说啊 我家还有爸爸还有兄长 父兄正在 所以你如果要借助 你要请问父兄啊 他说没关系啊 你先答应再说 他说 是可 结果呢 讲完了回去啊 就怀孕了 怀孕 怎么怀孕 你是跟哪个野兰人 没有啊 我没有 就没有嘛 没有用啊 因为事实上就怀孕的嘛 你看圣母妈 那怀胎十月啊 就把小孩子生下來 原來這就是那個栽松老人 他說借助就是給人家借助肚子太神奇了 但是他就被趕出去了 女孩子家不清白 他就被趕出去了 流浪街頭 生下這個孩子 他就覺得這個孩子 就把他淹死啊 這個壞孩子 清清白白的人被你搞成這樣 就丟到河裡 結果沒想到呢 這個孩子自己浮起來 還吸向上這樣 具體發光 就是胖孩子啊 又長得好看 這個紅人大師是很莊嚴 很好看 就是後來 這個媽媽看到他淹不死 還浮起來還向上游 他說這個不是普通的小孩 他就再把他撿回來養 天上啊 真的就是 這沒有爸爸啊 所以大家都教他無姓兒 沒有姓嘛 也不能跟母親啊 以前的母親 女兒 女人是沒有姓的啊 他就要看他嫁給誰 他就姓兒啊 等到這個孩子呢 長長長長長到 五歲的時候 就有個項命的 就看到他 就說 這個孩子啊 是修行人 三十二項 他是少七項 不帶如來 就是比不上如來 但是比不上就是差七項 表示他其他都不得了啊 很莊嚴 像 就繼續流浪啊 他就是一個乞丐 那媽媽呢 紅人大師 你為什麼知道呢 因為他已經知道了嘛 他知道了 所以他要換個身體 他還是知道啊 開悟這件事情是很殊勝的 你只要一生 你不會迷啊 你不會迷啊 所以如果你還迷 就表示你 你就還要努力嘛 還要努力啊 明白的人會知道 這六祖大師要走了 他說 來各位下禮拜 一個月 某年某月某日 我要走了 要走了 然後大家聽到 要走了 就開始哭 你哭什麼 你為什麼要哭 好 你哭有兩個事情啊 第一個知道師父要去哪裡啊 好 所以你哭了吧 以後找不到師父了嘛 你哭了 那你哭了表示你的 你的智慧不夠啊 你的知 你的知不迷惑啊 那你哭有用嗎 你哭完你就知道了嗎 是不是 好 那第二個呢就是 你在哭 師父不知道會去哪裡 如果師父不知道去哪裡 我還會告訴你 好 是不是 所以啊 我們 我們 就是要知道啊 這個修行這件事情 你今天開始修 念念照常理 心心悉患成 片官諸法性 無假意無真 可以捕之禍 成殺禍 無明禍 好 這個禍 就是不清楚嘛 不明白嘛 你為什麼會去持那個奇怪的戒 因為你的推理錯誤嘛 你歸因錯 拿杯子都沒事 我拿 就破掉 一定就是我很衰 就是 是不是 這杯子怎麼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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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的人是那個電器殺手 那你說 這是什麼原因 因為我帶衰 是不是 我有一種厄運 有一種厄運 真的有的人有一種厄運啊 你跟他在一起 你會一起衰啊 你現在我們有個居士 所以呢 我只要安排他去坐誰的車 那個車就爆胎 有沒有發現 真的啊 到現在還是不知道啊 為什麼會這樣 就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我們有疑惑嘛 我們就以為是這個人的問題嘛 是不是 是八字裡面有帶什麼 是 這個 因為我不知道嘛 所以如果你是這麼慘 那你就要想辦法 想辦法用功啊 以前有一個阿寶 這個阿寶啊 是誰 就是帶衰玉嘛 那 怎麼帶衰玉呢 這個 佛陀的弟子 每天都要去託伯 託伯不是一個人自己去 但打獨鬥 他是一組一組的 要編組 木建聯 帶弟子 修得比較久的 大師兄 學長 他們就帶隊 就隊長 木建聯帶一隊啊 瑟利佛帶一隊啊 然後 傅容納帶一隊 就是這樣分隊 編道的那一隊就是拖空波 那拖波不能一直拖拖拖拖到油 都是有規定啊 就是我們這一天 只能一次只能七家 不能超過 那這七家 有可能啊 有可能全部都基督教 人家也不想要供養你 是不是 有可能啊 但是不會 但是呢 大家就開始觀察到 只要阿寶參加的那一隊 那一隊就是 無功而返 一定是空波 所以開始大家就不太想要跟 對我們這一隊就豐收 所以大家就一直 就一直研究到底 我們這一隊為什麼 就歸納出 原因就是因為有阿寶 就有阿寶 然後呢 大家就開始排擠 有一個人就看不下去 這木建聯 他就很有爭議感 他說 你們怎麼可以排擠人家 你們自己帶衰 你還說人家帶衰 怎麼會是他的事呢 不會是他的事 所以 結果木建聯帶隊的那一組 那一天大家都轉到別組去 就剩下木建聯跟阿寶 兩人 兩人好沒關係 他們都不 那一天就沒有拖到波 那一天沒拖到波 但是佛陀規定是 一個都市只能拖七家嘛 沒關係 我有神通 我們飛到高雄去 就帶著阿寶飛到高雄 又拖公波 沒關係我們飛到台東 然後就再飛到台東 飛了好幾個城市 飛到時間都過了 然後飛到呢 木建聯 好啊回家 就到了河邊 就回到橫河邊 大家都吃飽了 剩下他 他們兩個餓肚子 他說 我輸了 我相信真的就是你帶衰 就是你 那麼嚴重 完全一點腹包都沒有 搭搭這樣 這嚴重 那這時候呢 兩個肚子餓得不得了 佛陀就來了 佛陀說啊 木建聯啊 你們都還沒吃佛陀的玻璃還有飯 那木建聯一看 才一口啊 才一口我怎麼吃啊 佛陀喔 怎麼夠我餓成這個樣子 佛陀說你吃就吃了 就抓起一口 還有一口 抓起一口還有一口 抓起一口還有一口 吃不完耶 吃吃吃吃吃 他也很快就吃飽了 太好了 你看 阿寶呢 就很餓嘛 他就拿 拿拿拿手抖 然後就 掉到河裡啦 飄走了 他說佛陀 到底我犯了什麼過失 我的業障到底是什麼 我一定要知道我的業障 要不然我真的覺得實在太在哪裡 我要懺悔啊 是不是要不然我無從懺起啊 我只知道我帶水 我不知道我的過失 我到底犯了什麼錯 那佛陀就跟他說啊 因為你在過去人家 大園外啊 非常非常的富有 但是你非常非常討厭布施 你非常討厭出家人 因為出家人會到你門口 啊 來化園 所以呢 啊 大家都知道你很討厭出家人 所以都不會來找你化園 都不會 但是有一天 有一個必知佛 有一個必知佛 啊 他門口 啊 站了好幾天都不走 一定要跟你化園 你到最後呢 實在非常非常的不開心 可是也很無奈 因為這個師父一定要跟你化園 你就忍不住 你就拿起地上 抓起一把沙 丟到他的 玻璃說 供養你 吃土吧 這樣 哇 就是這樣喔 那因為 這一個 只是你是惡心供養啊 那供養成立啊 因為你供養到的是一個必知佛 所以你這一輩子有福報出家 但是因為你用土供養人家 所以呢 好 這是你的業啊 因為你惡心嘛 所以你去突破的時候 沒有人要供養你啊 然後他一聽 啊 他就明白了 當下呢 懺悔 禮佛懺悔 跟佛陀懺悔 你一切業障生 一切業障就消消除了 百保從地生 是真的喔 尤其是佛陀啊 你對佛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你知道聽著在佛前 求懺悔 他當下呢 他的素式的業障消除 正到阿羅漢 但是呢 他在懺悔的時候呢 懺悔完 往嘴巴一塞 吞下了這把土 雙腿一盤 入捏盤 好 這佛陀啊 真的是大智慧 當一個人知道他自己 過去的惡業 他成了佛法真的能夠 拔除我們累生累劫的業 所以如果呢 你發現你自己有這種體質 有這種帶水的 其實諸事不順 我每次要中途夭折 或者是 狀況都會不如意 一定不是別人的錯 但是我們不知道自己到底錯在哪裡啊 你不要說 都是我的錯 那我磕頭磕死好了 沒有 你明白了 你才能夠從罪根去懺悔 罪從心起 將心懺 心若亡時 罪亦亡 那個犯罪的那個心 喜煩惱的那個心 把它除了 你都 就可以怎樣 罪一面 造業的那個心 那為什麼你會造業 因為禍啦 因為你不知道啊 我有身見嘛 我有身見什麼是百歲 那各位 你小時候你怎麼樣長高高 你小時候要健康 你怎麼健康 你是不是吃別人的蛋白質 來養你的蛋白質 吃人家的腦 吃豬腦嘛 吃豬腦 補豬腦 所以就變豬腦 就這樣啊 以行補行啊 誰教你的 別人教你的 大人說的 聖補聖嘛 吃肝補肝嘛 是不是 我們有沒有吃過 豬血湯 補血嘛 是不是 吃腿補腿嘛 吃肉長肉嘛 就這樣啊 我們甚至於學佛了之後 是不是 你要喝牛奶啊 你才會長高啊 是這樣嗎 就不知道 就不知道啊 我們不知道 我們以為這樣是對的 因為醫生都這樣說 醫虛腦上為什麼長兩百公分啊 他有吃很營養嗎 他都亂吃耶 他身體為什麼可以這麼好 他活到一百二十歲耶 他在雲居所還乾掉 還黑掉 一個做官的 去跟他吃飯 就看到師父吃的都是乾薯 然後都黑掉 還長牙 他說這不能吃啊 要剝起來 一下子就 筷子就夾過來吃到嘴巴裡 那個做官的說 師父啊 你這樣吃身體會壞掉啊 是真的啊 身體會壞掉啊 身體本來就 健康 不可以是建立在他人的犧牲啊 我們不知道啊 所以你看 為了自己的身健 我是不是寫嗎 我們有錯嗎 沒有啊 我們也是因為愛自己啊 愛自己的孩子啊 我希望我的孩子健康 我希望我的孩子 能夠活得好 那別人的孩子那個 嫩的啊 剛出生的啊 魚卵啊 是不是 烏魚子啊 很貴啊 是不是 很高級啊 很難得啊 我們光是這個身健 就讓我們造多少業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 好 遺憾的醫生 他經過多少的動物實驗 我們發明的這些藥怎麼來的 是不是 動物實驗來的啊 那你活在這個世間是不是很可憐 我不是故意的啊 我不殺博人 我盡量吃素 我還是要 有的人說 那你吃食物還不是也是殺生 對啊 吃食物 我們為了要植物長得好 還要噴農藥啊 也是 台東有一個 情淨母語那個農場 那農場的主人 採用的叫做六組農法 不是自然農法 他是六組農法 六組大師 他是看六有機 他是有機不是 是一般的有機 一般的有機是一半有機 還是有農藥 他為了要做那個純粹的啊 他把三十甲 農藥一跳過來 全部的園區啊 你要去參加他的園區喔 你得要怎樣 你要吃素才可以進去 要不然你如果沒有吃素 而且他也有昏的 他是這樣啊 他說排泄物也不准進我的園區 然後呢 你去看他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野人 他也連頭髮都不剪 他現在是用石 然後他的所有的農耕的方式都是自然的 所以雜草比那個菜還要多 但是他就覺得這個就是 這是他誤的高麗菜 他發現那個高麗菜都太好吃了 蟲都吃光 每一顆都有吃到 這蟲實在很厲害 你都還沒有開始吃 你這樣啊 那個流下來的那個橘子 就是太酸 要不然一定被吃掉 所以你看到那個結石雷雷 你不要太開心 然後也不要吃都吐出來 才會留下來 要不然其他的都吃光了 然後他說奇怪那怎麼辦呢 你又不能夠這樣子就 我不管種多少次都來了 你又吃光那你何必種 可是他要做生意啊 他要到處賣那個 他的高麗菜 他高麗菜很小顆 但是很好吃 因為完全有機 讀六主談經的時候 讀到何其自信本智俱主 何其自信能生萬法 何其自信本不生命 何其自信 讀到這個 原來一切萬法不離自信 他就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了什麼 明白 原來一切萬法皆有自信啊 那既然如此 自信啊 你為什麼要為了我自己 而讓他們也沒辦法生存呢 所以他就開始進行溝通 他就自己跟蟲 大家都要生存 所以我不再起殺念 我對你們懺悔 我不再對你們起殺念 跟厭惡的念頭 但是請老生路吧 有一條活路啊 結果呢 很神奇的 他那一季的高麗菜有收成了 那個蟲好像聽懂他的話喔 就自動給他 有人聊一條生產線 那一條是給他的 你看這叫做六祖農法 很神奇喔 有機會是不是在帶你們去拜訪 是怪人喔 他是非常神奇的一個人 他真的喔 比法師還要信 還要相信六祖 還要相信自己的 這個人是可以這樣子活啊 你依然可以活啦 其實我們只是不知道 原來啊 我們沒有這些疑惑了之後啊 你可以活得更 那我們為什麼要去造業 然後來滿足自己的活著呢 是因為真的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的這個行為 是對大眾有害的 所以為什麼 古言而不點燈 這種心 是如此的慈悲 那這個慈悲心 他不一定是佛教徒啊 你但凡有心者 皆有這種靈明妙覺 皆有在華言經裡面講 諸佛以大悲心為體 因大悲心而發菩提心 因菩提心而成正等正覺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人 你先 那你的心情呢 是怎麼來的 你本來就具足的 所以慈悲能夠化解一切的煩惱 菩提心是本具的 慈悲也是本具的 那儒悲心 運用你的慈悲心 所有的業就化解了 這化解是這樣 慈悲沒有敵人 慈能語樂 悲能拔苦 好 那這個就是什麼 如果聽聞了佛法之後 你可以繼續做這件事情 好 而且這一生做完了 下輩子還是可以做 因為你不管是 你是什麼技能啊 你是靈啊 你長什麼樣子啊 你都有慈悲心 你在天上也有慈悲心 你在人間也有慈悲心 你到地獄去 你依然可以有慈悲心 它不是你在哪一道 它不是疏借 不是你讀哪一個學校 不是你在哪一個公司 就有的 因為它非因緣 非自然 它本來就具足 它不是誰給你的 不是因為你學佛 老天爺給你 不是 這件事情呢 你修這個法 你就很有 很有什麼 很有各式各樣的方便 所有的方便善條 都是慈悲的妙用 好慈悲的妙用 好那 如果這樣子修了 身見 邊見 戒進取見 見 見取見 邪見 這五種見 造成我們會 貪 撐 吃 慢 所以見思惑 就是只要有貪撐吃慢 通常都是因為 這些觀念的問題 那什麼叫慢 人是萬物之靈 所以這一些都是為我而活著 這個是我慢 大我慢 你如果明白了眾生皆有佛心 明白了人人皆可成佛 你會平等的對待每一個眾生 那自己的心 也會被你的這個體悟而尊敬 人啊 當我原諒我自己 我也是煩惱我也是凡夫啊 你就會開始做凡夫的事情 天下男人哪一個不偷心 那你如果是這樣子的想法 你也有的是 但是如果你認為我是佛啊 佛會說出這麼沒水準的話嗎 欸 那你就會開始覺得你自己是佛啊 好那 你要自己覺得你一直是要求別人是佛 你就會一直這樣 啊你們不是出家人嗎 你們出家人怎麼還可以貪 怎麼還可以撐 為什麼 因為你把出家人當佛啊 那也很好 我們也希望自己 如果你不認為你自己是修行人 你不認為你自己是可以成佛 你不會提升自己 你不會要求自己 好你會覺得 哎呀反正大家都會爛啊 大家都很爛 你如果有這種觀念 你慘了 你一定會一直越來越爛 因為你不會想要要求你自己 好 那 那這一個念頭呢 就會 往上走 或者是往下 主要的原因就是你明不明白 如果去掉了這些禍 接下來 就叫做 誤後啟修 接下來的工作就是什麼 就是讓別人明白 叫沉沙禍 沉沙禍就是讓別人明白自己 見私禍 這叫沉沙禍 不是我的禍是沉沙一般的多 不是 那因為你要你要度一個人啊 你要讓他開悟嘛 你要讓他 悔破自己 有煩惱找你訴苦 訴完苦 他還是很煩惱 那這樣子沒有用啊 你要給他一個轉煩惱的方法 那轉煩惱的方法 你要照他的狀況 來幫他解惑 我怎麼知道他們是需要什麼方法 就是因為菩薩有這個慈悲性 想要幫助一切眾生 當你想要幫助他的時候 你就會懂他 這沉沙禍 深入人心 解除獲葉 只要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因為你說人話 人才會聽懂 說鬼話 鬼才會聽懂 說人話是為了度人 說鬼話 你要度他 你就會說他的話 你不度他 你就會 對人說鬼話 就會有這種問題 你就會覺得怎麼這麼難度 因為你沒有想度他 好 那你自己 觀行級 好 那我們下午呢 再來講 欸 有效果了之後呢 就相識級 分正級 到最後就進級 那我們這一次呢 就明白了這個六級 挑行 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看到自己的 越來越提升 越來越清淨 好 那最終呢 大眾一定會有所收穫 好 時間不多 大眾繼續精進用功 狂行頓歇 是